又开始节目了 今天来个小伙子叫王泽伦 王泽伦 小伙子名挺大体的是不是 是 但是呢 你说这人呢 我这心有点久就这样 久啥久啊 这刚开始你就发生难了 看来情况挺复杂 就是挺复杂 这个小伙子才是哪种 首先咱说有正事 对待工作意思不苟 而且直到往家抓钱的那种 露钱旁啊 有那咱们这个手是手 人家是露钱的爬 那跟我挺配啊 我是手前的弦 手前 行了就不说你这点事啊 反正说这小伙优点这很明显吧 好 那时候为啥久就呢 为啥呀 就是直行嘛 直到啥时候直接问人家 我就直男咋 你先我这样对不对 就这样 那我觉得有未尝不可呀 你比如说大拙就是一个典型的直男 那照样娶媳妇的 照样生子的 照样小日子过的有滋有味啊 是我以前你一直都挺直 但是最近不是有点弯 不是弯 不是弯 就是懂得迂回嘛 就是你不能你啥事 你别直来直去那么整 容易让人接受不了 对不对 他这是有点太直性了 太直性 你老这点小的关 你受不了 确实让人久久好 缺点很明显吧 但你说这孩子呢 心还有数 心里想算盘 那算可精明了 优点也很明显 哎呀听大拙这么一说呀 我套机心这个劲儿还上来了 这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小伙子呀 今天男嘉宾有点特点 人家说了 要么就是你把我撂倒 要么就是我把你撂倒 一起看看男嘉宾到底啥样 我看看到不到 哎这可给一下 哎那儿呢 坐轮上啊坐轮 哎你好你好你好 我问一下 今天对咱们这个女嘉宾呢 有一个大概什么样的期望呢 看来这小伙子是第一次相亲 看这样挺紧张的 跟咱导演交流的时候 一直低个头 这到底小伙子心里的女神 是啥标准呢 这回相亲到底能不能成呢 这还真挺让人期待的 我跟你说啊 咱们节目组今天为了你啊 正在这25年没有恋爱的 对对对对 特意为你找了一个 非常非常漂亮的女嘉宾 是吧 走咱一块看看 好 介绍一下 这个王泽伦 这个是联想 相亲对象联想 身高1米64 个体商户 年收入12万 请坐请坐请坐 咱们两个嘉宾第一次见面啊 这样吧 咱简单做一个自我介绍 那个泽伦先来好不好 行行行那我先来吧 你好嘉宾 我是我叫王泽伦 今年25岁 然后是在长春 从事汽车修理行业的 然后来到这个节目呢 是想通过这个节目 找一个我喜欢的女孩 然后我对这个女孩 这小伙子也太着急了 这女嘉宾还没开始露啥呢 就开始着急介绍自己了 看来这回是挺满意啊 电箱感觉长得挺好看的 但是感觉有点气场太强大了 感觉有点儿hold不住这种感觉 挺好的挺阳光的 但是就是感觉有可能比较内向一点 我姓林 然后单做一个响 然后也是这家柴店的这个老板吧 然后我想找一个性情比较温和一点 然后能配合我的时间比较宠诺一点的 还要会做饭啊 性格温和我感觉我还可以 但是这个但是我平时工作没有太多的时间 能陪着你这种呢 我平时也很忙 因为所以就是因为我平时很忙 所以我想找一个就是不要那么忙 配合点我时间的人 我稍微强势了一点 但是我还是希望能找一个 比较成熟 然后稳重懂事一点的 嗯 也稍微浪漫一点的 那我这平时工作每天就是 七到贪黑的这种 应该没有太多的时间 能每天在这陪着你一年人这种的 一个想创业 一个想学习经验 这可不行的 这小伙估计这回心里盘算着 怎么跟女嘉宾唠呢 这一轮交锋看来可得掌握点分寸 就是她的意思是 以后尽量向她这边靠拢一点 就是什么都要听她的这种 这又接受不了 这下女嘉宾可把要求提出来了 因为毕竟我现在还是以赚钱为主 然后年轻人 我感觉也不是想 就是 投入到创业这里面来 还想多学习学习经验 我觉得这一点我不太 不太能 我觉得她的这种性格吧 就是有可能 因为她是25年没有出过对象 好歹像我还有那么一两段感情经历 有可能涉及到就是说 两人进行沟通 我觉得是个很大的问题 我觉得进行之后还是 我还是喜欢就是小鸟一人一点 就是稍微能靠着我一点的这种 那我现在想问你个问题啊 你是家里一个孩子是吗 那我是自己家里一个孩子 然后我家两个孩子 然后加上你家两位父母 加上我家两位父母 咱们就是 读这么大成年人有自己的责任 我可以不这么强势 我也可以不这么贫 那我就想知道 如果是说过十年二十年 或者是说多长时间以后啊 我们的父母身体也不好了 或者是说在有不舒服的时候 那这个时候需要去医院 包括我们兄弟姐妹 我想知道咱们不挣钱 恨惜伪风险 就拿感情过日子 我可以在这儿挣钱的 你这么想挣钱 然后创业 我觉得这是个好事 然后也比较符合你这个年纪 那我觉得你不应该来想起 我觉得你不应该来想起 哎呀 这让女嘉宾感觉不适合恋爱了可不行 这回小伙得实际浑身泄疏 看看能不能用这三寸不烂之蛇挽回局势 就是特别适合或者是属于一个创业极端 我觉得已经咱们两个结合到一起 然后我今天有可能基础比较好一点 然后这样我们可以一起去做我这边的事 然后都挣钱吧 因为他刚才跟我说的那个说他的意思是想让我跑到他这边来 然后他带着我我们俩一起做他现在做的这个这个店 因为这种的话我感觉接受不了 这种我要是把我这边放弃了过来跟他做这个东西 这不成吃软饭的吗 吃软饭的吗 是奔着他来的这种 这种接受不了 让人说成吃软饭的那还咋着呢 你看我说啥来的 我说啥来的 我就说这小伙子脾气大吧 那你说他俩落到这个吃不吃软饭的问题上吧 我个人感觉啊 个人观点啊 紧空参考 我觉得男孩吧 应该适当的让一让步 就毕竟女孩的经济基础还是比较不错的 就比如大叔你 现在媳妇说 老公从上班了 你让我养你 吃喝拉撒 全我不死的 你干嘛 不可能干 这儿 不好看 这儿 他肯定是从那个山谷撞脚 对 但是嘛 这样人和人不一样 有的人脚那挺好 那喜欢养我不挺好 但有的人呢 人家是有梦想的 靠喜欢挣钱人脚不得劲 但是到底咋想的 这小伙子自己心里得有个数 而且得把他说清楚才行 其实我觉得是这样嘛 有可能是每个人的观点不一样吧 其实这谈不上吃软饭 因为你也是凭着你自己的本事 再换句话来说 就是如果你真爱这个人的情况下 你又在乎别人说啥呀 其实都是过多没把日子过好了 把钱挣到手了 和他因为吃不吃软饭呢 这是属于就是两个人比较私密一点的一个状态 我觉得不涉及到这个问题 我觉得是这样的 就是两方面 如果谁的条件稍微好一些 这样两个人 因为这种肯定是想办成以后嘛 要生活过日子 那谁的条件好一些呢 那两个人就往谁的自己方面 多靠一靠多努力一点 而不是说完全就是 谁往谁呢 靠一靠就变成吃晚饭的了 那两个人过日子不就是这样吗 那你总不能说 就在明知道自己这方面不行 然后之后还要用觉得自己行 我觉得这样过程度特别累 结婚了之后 还会一直就是从事这些吗 比如说就是想要求你在家里 什么家庭妇女啊 在家里照顾孩子这种的 那是不可能的 那是不行的吧 对绝对是不行的 其实我觉得针对于这个话题吧 作为我个人的一个想法和理解啊 我觉得不是说所有的女孩都想这么强势 那当如果他遇见就是说 比他更优秀的人 他也会收敛 包括我刚才跟男嘉宾也说了 我说我可以尽力的去照顾家 但是你要完全让我放弃自我 然后就成了个家庭主妇 那我是绝对不认可的 所以说我觉得没有什么可冲突的 有可能我的想法和他这点挺不一致吧 因为我是属于比较直嘛 就是现在说的就是直男 哎呀这下可不行了 这小伙儿直接把自己的缺点告诉女嘉宾了 看来在相亲的路上 咱小伙儿还是任重而道远呢 我会慢慢去表现自己 也会对女生好 也会是就是不会做出一些什么别的事情来 我觉得男女是平等的对吧 那我不可能说的 我因为你的出现了 然后我把所有一切放弃了 然后我也不想把我的负担 强加于在你的身上 所以说我是一个自给自足的人 我觉得吧我们两个特别不合适 因为我性格比较外向 然后那个他比较门比较内向 然后有可能是没有感情这种经历吧 然后我觉得吧 我俩要生活在一起肯定不会幸福的 因为他处理问题的方式方向我接受不了 你说像他这种这么强势 以后要万一真的走到离婚这步了的话 到时候是我精神出库 我感觉他有可能我都要精神出库这种 那我到时候出去睡大街啊 我说怎么样呢 不行 我感觉这几点 我俩性格还是不太能的啥 我跟你说 就这小伙子 我用过来人 有经验人的眼光来看 身在福中不知福 保汉子不知道恶汉子比 我觉得他有点受驴拉的什么 你说那多好 刚刚你成天不用上班给家陪我去行 上哪找这好事去 他什么想法呢 那是他个人的观点 但是我个人感觉 他这个说话呀 表达的方式呢 确实有点值得 你得顾及到女孩的承受能力 你得考虑到女孩能不能接受你这番言语 就是说你可以表达自己的想法 自己的立场 但是能不能讲究点策略和方法 你怎么 哎你咋说别人这么厉害呢 爸爸还好好说 你啥时候我好好说个话呀 我这不是为了刺激你 能有机会怼我吗 咱俩不会怼的话 你说这节目还好看吗 咱是啥节目家 咱们和谐节目啊 不是相里接触对象 咱俩成天性离婚似的 你得好吗 那咱俩好好说呗 好好说不也晚了 他俩不也没成吗 那没成再给找呗 再找 你这小伙子我还揪揪嘛 但是这小伙子优点也同样明显 咱也说了啊 所以我们又给介绍一个小姑娘 这会这小姑娘啥要求呢 这只要专一就行 我感觉泽伦有这个特质 所以我觉得他俩能不错 看来咱主持人为了这小伙子 可是操醉了心的 这不 马上又给香了一个 这回咱看看这小伙子 能不能表现得更加优秀一点 这回咱又给你找了一个奖品 我感觉这回应该差不多 找了一个就是 我感觉个人感觉跟你比较合适 就是特别喜欢让男孩陪着 而且就是特别单纯特别单一的那种的一个小女孩 咱这回找的一个地方也比较用心 是 全是自己找的一个认识这边的负责人什么的 特意选的这个地方 感觉毕竟自己主场心里还有点底气 再一个下回咱别那么着急 跟女嘉宾见面之前先简单做个自我介绍 俩人简单聊一聊别那么着急 你上来就说自己怎么对不对 等一会女嘉宾来 把咱得好好介绍介绍 行行行行 今天也算是你主场 好不好 好 你好 你好金星是吧 对对对 你好你好你好 相亲对象金星身高1米62 公司财务 约基本工资3000元 对咱今天的男嘉宾有什么一些小的期望吗 因为我还不是一个外貌控 我就希望今天的男嘉宾能够踏实一点 专一一点 这女嘉宾质量可挺高 大个漂亮白 最重要的是整体面目还好 听说这女嘉宾到楼下这儿 小伙伴这也坐不住了 赶紧就下来迎接了 哎 你看过来了过来了 哎呀 泽伦你挺急啊 你现在着急 你现在着急 刚才不说那么急 着急了是不是 着急了 像今天见一见 显示诚意了 行那简单介绍一下吧 我叫王泽伦 然后25岁 但是直接没有谈我恋爱 然后因为没有谈我恋爱 所以说我会好好表现一下 就是显示我一定会特别专一这种 但是就是踏实 我就希望今天的男嘉宾能够踏实一点 专一点 行那咱先上楼台 行行行 来 走 电影响感觉非常不错 挺满意的 那个身高 长相挺符合我的要求的 对 因为身高 我感觉女嘉宾个子还挺高的 我觉得电影响还挺好的 看着挺踏实的 因为我也不是外貌协会的 我就想找一个踏踏实实 然后专一的 专情的这样的一个人 之前嘛 咱那个 泽伦给我的感觉一直不太自信 所以这回泽伦特别选了一个 他的主场 泽伦给咱介绍介绍 行行行 我叫王泽伦 然后25岁 然后是从事的是汽车修理行业 然后因为家庭的原因 也跟自身工作的原因 反正这么多年 身边疫情也少 也没谈过恋爱 然后想通过这个节目 想找一个我喜欢的女孩 但是长相不是没有太大的要求 还是喜欢性格和别的一些地方能和一点就可以了 你别没有要求 咱今天女家比好不好看 好看 服装你标准 服装 都挺服装 我做的是公司的财务 现在来说呢 就整个工作都比较稳定 然后之前呢 有过恋爱史 然后时间也比较长 后来因为一些原因我们分开了 现在呢 我就是想以结婚为目的 交往一个比较专一的专情的 这样的一个 因为我是巨蟹座嘛 是比较顾家的那种星座 所以说我今天的诉求 就是希望男嘉宾能够温柔一些 专一一些 想要找到这样的伴侣 你说的这些基本我都挺符合的 我是什么杰作 就是属于也是工作上面 是工作狂的这种 这一个缺少安全感 一个就会给人安全感 看来俩人是绝配呀 小伙还主动示好女嘉宾 这合适的程度 就跟天造地设的一对一样人 今天七早谈黑的 没有什么态度的 业余时间能去 做一些想谈爱的这些事之前 但是现在我可以改变 改变一点 可以尽量多抽出一些时间 去谈恋爱交往的这些东西 然后想问一下 你之前那个感情经历 是因为什么而分开了 之前是因为 本来我们两个已经在一起两三年了 然后准备要开始见双方的家长了 这一方面我也不太想隐瞒 在之前报名节目的时候 我也都说过了 之前是打算已经见过家长了 但是在那个时候 我是很希望把我的另外一半 介绍给我身边的朋友 还有我的家人的 然后我就把它介绍给了 我最好的闺蜜 然后我的闺蜜挖了我的墙角 他们两个在一起了 现在呢 他们两个已经分手了 但是那段时间对于我来说 打击还是比较大的 这种可以不用担心 因为身边 刚才也说过了 身边基本没有异性朋友 对 我其实我想找一个 就是特别雇家的 就是能为家里付出的多一点 不喜欢就是出去工作狂这种 女强人为每天出去应酬啊 什么工作呀 工作到特别晚 特别辛苦 然后也没有太多的时间 来雇到家的这方面 我不太 这一点还不太能接受 就是比如说 以后生活当中和工作当中 咱俩交往的过程当中 要是没有太多的时间陪你 就是根本陪不了这种 你会怎么办 那我觉得我肯定会很难过 然后我可能会生气吧 生气你是怎么生气 就是 就会 可能会冷战 可能会打电话 就是跟你哭 跟我哭 对跟你哭 然后会需要你哄我 我非常需要男生来哄我 我最不擅长的就是哄人 然后不会哄 哄不好呢 哄不好的话就 这个东西它它很极端嘛 就是如果你哄好了 就接着接着好了 如果哄不好那就不好了 那语气都不好了 现在我俩就随便唠呗 对随便唠 嗯 然后你平时 就是看你今天的穿着打扮 你平时一品也都是这样的嘛 就是每天出去工作呀 上班呀都是 这种形象 对 这小伙子的小脾气在右上里了 而且这安静的外表下 又隐藏着一颗跳动的心 看来这把势必是要掌握主动权啦 你喜欢直男吗 我不喜欢 我以后要是找的 一定要是想会叫子的这种 就是不可以说是 每天去外面抛头楼面呢 然后怎么怎么样出现 出去应酬啊这种 有可能我对于暴露这个点 还是挺那啥的 挺传统的 有可能你们觉得 哎 并不是很暴露啊 也没怎么样 那有可能我这边就过不去 根本就不行 那你能接受朋友之间 聚会去夜店吗 接受不了 万一女孩去那种地方 都是不太 不太就是不太好的女孩这种 那我觉得男嘉宾 你就属于现在年轻人 总说那种钢铁指纹 我觉得你的钢铁 应该是钢铁侠的那种钢铁 钢铁指南就应该是属于那种 特别特别就是 特别特别直 没有情伤就是瘦 看来这把小伙子自我感觉良好 人家姑娘多次提到 指南这个词根本就没大回事 还坦言 我这咋能是钢铁指南呢 绝对得自信的表现呢 那我觉得你觉得可能有点错了 我觉得你觉得不对 从来说我觉得你还是比较指南的 我觉得没什么问题 因为现在很想打篮子主义 这些都很正常了 那你生气的时候会是什么样子 我生气 你会打人吗 那不会应该 我不会打人 你会吵架吗 吵架 没吵 因为没交往 你没摔东西吗 摔东西不会摔 那我这么回锅 我能舍得摔东西吗 你会打电话给你妈吗 致命自连问 那我和你妈同时掉水里的话 你先救水 我妈会游泳 我来教你游泳 到时候 以后这个问题就不会出家了 就掉水淋了 还能再游两圈再回来 那两个 你们为什么会想到问这样的问题呢 因为我觉得这是一个千古难题嘛 其实我也不期望着就是他能回答我 说我一定救你 因为我觉得那样很不真实 会让我觉得这个人好像很很不孝顺的感觉 然后但是他给我的回答就很奇怪 他说他妈会游泳 他会教我游泳 就是你知道这个回答就让我感觉很无语 这个问题 因为这是一个难题嘛 就是每一直都在从小就从小听到大的一个问题 这个问题应该就是女 女生想更 更能知道就是男男人到底在不在乎他呀 或者怎么样 就听一个非常一个好的答案 但是我 那怎么想呢 就是说 你妈妈会游泳 然后你能教她游泳呢 就是 突然之间大脑就蹦发出来了 因为我也不知道怎么回答 因为怎么回答应该 都 应该女生都是不太满意的 因为没有一个标准的答案 所以说就是 顺嘴能一说吧 就 先问你个问题啊 就好多女的呀 成绩 你看那男的大直男 都说怎么进去 还挺烦的 啥叫直男 你们有没有个标准 直男首先不能这样看的 你没看我用膀胱瞅你了 直男 在我的印象当中就是说话不经大脑 情长低 口无遮拦 不顾及女生的感受 然后呢 也不懂得浪漫 就是按你这标准 在你眼里就我 比如我 你啊 要说你是直男 我觉得都委屈你了 你不光是直男的 你是钢铁大直男的 好吧 就是那个老钢老铁老硬的 就是怎么形容四个厚的 还是几个厚的 你就是那种直男 至于吗 真的 你和今天这个男嘉宾有一拼 我比他强多 我不在犯他这错误 我告诉你 我看你俩是两阶段炒菜 一个阶段味 但是这小伙子啊 得说他今天确实有点激动了 是 不过你换个角度也不赖啥 那小姑娘问啥问题 啥年代了 还问你妈 你和你掉水里要干啥 干啥呀这是 我也没想到小姑娘 能问出了一个这么古老 而且是挑战人性的问题 是啊 就好比是问 你妈和你姑娘同时落水了 你先救谁 你哪回答 我不用救我 我姑娘有啥危险 我妈直接就上去了 他就把他都要上来 他就问我你咋看孩子呢 咱不是说这些啊 就是说这小伙子 你看又激动了 而且刚才好那么一会儿 搅着 这还不错呢 咱俩可这挺乐观 你看这脾气又上来 我瞅着一会儿啊 难找 那你能接受就是 婚后把经济大学 交到女生手里吗 接受不了 这个接受不了的原因是 因为那女人管家的话 因为我刚才说过大男子主义呢 有点就是要是女人管家的话 显得特别没有面子 怎么怎么样 这一点接受不了 这个不行是完全没得商量的那种 还是 完全那男人不管钱 能够出去什么 万一真有个什么硬着兜 兜都特别尴尬 很不赞同我 非常的不赞同我 那我就问她 我说哪方面不赞同我 说哪方面是 各个方面 她就是不喜欢我 那假如说她真的就是不喜欢我 那有可能我会挺我妈的 因为我是很慎重 我是希望我能够更慎重一些 我想多了解她一些 我也 因为这也是我第一次相亲 所以说我来之前 我也准备了很多很多的问题 然后因为我是期待着 能在咱们节目里面找到 合适的另外一半 然后所以我会提很多的问题 我想知道这个人 他到底回答的有没有足够坦诚 我觉得男嘉宾你的很多想法 我都不太理解 就 我哪方面想法你不是特别理解 就是所有的 所有的 就是能接受这种 像我这种大男子主义 这种 就为什么不能两个人非常的平和 两个人一起商量的事情来 然后就非得什么事 都要听你的 然后如果你妈在中间 再残河一脚的话 我还得听你妈的 对 我希望女生在家里 就是相夫教子 做一个显得一住 每天在家 就是家庭妇女就好了 不需要储蓄什么工作呀怎么样 我感觉这些都没有必要 而且钱 连工作都没有必要 我感觉也没有什么太多的必要 因为钱放在我这里 跟放在你的那边都一样 就是我现在觉得 男嘉宾的这些想法吧 匪夷所思 难以理解 无法直视 不可饶恕 就是这些想法让我觉得 不是一个新时代 新兴青年应该有的想法 因为我觉得他踩到了 几个我的底线上 他 这么说吧 他钢铁直男 钢铁侠的那种钢铁 钢铁直男 然后呢 他又大胆子主义 觉得什么事都要听他的 然后我又问到他跟他妈妈 如果就我跟他的妈妈 如果产生了分歧他会听谁 他又说听他妈妈的 又是一个妈宝男 然后 所以我觉得这三方面 加到一起了之后 就没有谈的必要了 就完全没有什么谈的必要 然后又觉得马上走人 又感觉很不礼貌 然后又觉得应该讨论一下 我们之间的想法 然后就觉得最后 就完全属于疼疯了的状态 就非常的不好 其实我就是想找一个 能相夫教子 每天在家里就是做饭 这种呢 就是能稍微稳能一点 就当一个贤内助 贤妻良母的这种就好 然后不太 也不太就是 有个性上不是特别张扬 特别强势的这种 因为我感觉刚才这位女嘉宾 稍微性格上面 也有一点那么强势 或者是穿衣方面有点张扬 过于张扬这种 我说你还是不能接受 看出来没 这就说明什么 年轻 没经验 没谈过恋爱 小伙子吧 人品没问题 方分别面子 对待工作这都行 但是这毛病 我一直强调显而易见的 就是我说好听的吧 打小让家里给保护的太好了 我只能这么说 其实我觉得吧 现在很多年轻人找对象的时候 非常的现实 但是呢 这个两个人有没有演员 来不来电很重要 就有那样的 一说各方面条件 觉得挺吻合的 也挺匹配的 但是呢 聊一出的时候呢